台股一開盤沒有幾分鐘 其實就已經來到了17630 這樣子一個歷史新高盤中 但是它收盤也不低 你看到中間其實有的時候 震盪上下好像都在平盤 其實我覺得那樣才比較健康 但不論如何 總是還是要讓它挺得住 所以最後又一樣拉了台積電 收漲23點 也最不錯 來到了這個 我們至少收盤的最新高 是17595 不過我說實在 有一樣東西是不是真的有所謂的 秀裡的當衝客很難說 因為我覺得每一天 大幅的上百萬的人在裡面 今天當衝客 到後來你知道上衝下息 將近37%左右 所以我們覺得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是不是看清楚 台股的大盤現在在漲什麼 而且目前為止 是不是大家都要這麼短視盡力 其實台股有非常多 很不錯的創下的大 很好的全職股 像是最後尾盤大單拉誰 就是拉台積電 還有台股跟國泰金 這些都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而且你知道 今天上下震盪多少 一百四十一點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多的投資小白 如果最近剛進來很興奮 但是還是看一下 前輩們大家都是怎麼操作 今天成交量你看 又來到了四千九百六十億 坦白講 很多人心臟 兩百萬元 前一段時間 有的人說光是台股市值 光是上市 就已經衝出六千多億 大家覺得很可怕 然後上市櫃加起來七千六百多億 真厲害 那那天又收黑K 嚇死了 就沒料到以為 很多小白洗出去了 沒料到錯了 你那時候把你的鋼鐵股 把你的航運類股賣掉了 你今天要哭哭了 有些部分就看你怎麼樣去看 但今天大家都覺得 這個盤能夠拉 當然很重要是拉台積電 這種全職股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 說外資 外資今天買超 他有良心 前一段時間PV賣 我相信跟這段時間 標普來調高 我們台灣的主權平等 我覺得那一定也有 一定的一個關係 所以最近很多的國際熱錢 不斷的進來台股 當然我覺得 台股很重要的部分 你要有健康的體質 那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覺得 能夠前兩天回到電子股 還是蠻重要的 今天來到五成多 我覺得還是需要再借再利 但解外資買超 這個買的東西不太一樣 對 跟過去來講 對... 其實這一波 開始有看了比較均衡分配 因為通常我們覺得 會去買一些 我們國內比較低級期低價 那航運 鋼鐵人 一般... 投信法人比較多對不對 但是最近外資 也不一樣的想法了 但最新中鋼 有人去給他調降平等 可是看誰比誰 外資有人調降他 搞不好他打算 把他槓下來之後 說不定他有什麼樣的想法 今天也滿挺得住的 所以在這裡面 我覺得 你看 我覺得這個類股輪斗 我們上次已經有講過 如果電子平時的成交比重 要六成左右 會比較健康 因為你獲利的主要來源 來自於他 而且以前最高來到七成八 現在降到了五成二 怎麼看體質還是怪怪的 不要那麼大的一個轉換 那另外一個點 像這個航運類股 下來的二十趴 所以目前為止 昨天長榮跟陽明 特別陽明 有的人賣了之後 覺得已經高鐵快崩了 甩出去之後就被甩車了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很難講的 那友達群創 財經其實都有波段的新高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最近 我覺得我們的投資人 還是要知道 最近台股四月天 發生了哪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各位你知道嗎 最近 應該是這樣講 台股歷來成交量前十大 全部都在今年發生了 而且其中很多 都是在這個月 然後你看台股創新高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過 受到歷史最高 17595 還會再新高 很多人想說再過幾百點 再過四百點不到 總共就萬八了 前一段時間我們還在講說 剛進四月是不是萬七 說年底是萬九 我覺得這個漲法 我真的覺得要健康啦 要健康一點 這樣子衝衝衝 因為這個只要台積電 突然抓狂就過萬八了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部分我們緩步健康漲 那你看目前的市值上市櫃 加起來要六十兆了 說實在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量 那目前為止 我們都不用講 這部最近成交創了新量 比較特別 你看聯發科 他已經是台股第二大全職股 擠下了二哥鴻海 而且其實航海王 一度也打敗了股王大力光 這都是最近發生的 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且你看友達的成交量 群狀的成交量 面板夯到不行 因為要訂單真的滿 所以我們只能說當衝 來 我們看一下 各位小白們 你們自首吧 當衝來到了三十七點一四 我說實在的 這種短的一個衝法 到底好或不好 不過政府也挺鼓勵的 不是嗎 是他降了一個當衝水 對 所以有些時候 一個好的策略 或壞的策略很難講 你當衝的幅度越高 你看那個謝金河 謝商不是有講嗎 當衝客擔心大家 把他變成大的賭場 可是另外一個點 政府抽很多 證交稅一動則 抽了快六百億 賭場政府開的 第一季 幹嘛要房地合一稅呢 證交稅來講就夠了 所以我說你五月份 等那個抽大家的綜合所稅 不如直接這個 不是嗎 證交稅更賺 比較省力是不是 來 我們除了看這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話說回頭 來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很多人開始提出市警 我們也知道 這謝金河 謝市長提出的市警 特別是說 如果你抽到五百五十九億 但是未來台股的體質會好嗎 這是有很多問題 黃天木 黃主委已經講了 公開市警 說還是要審慎投資 要注意風險 但是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前一段時間我們有講過 最重要的還是他看上 張理事長 對 我們今年台股是亞洲第一勇 目前為止 我們真的也漲了快兩成 今年以來 今年 那第二個是韓國股市 十二趴 我們比第二名的 還漲了大概七趴左右 那會市的部分 我們也是第一勇 各位看一下 我們目前為止 今年的韓市也漲了1.92 所以骨會算是都是 全亞洲第一勇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來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這個盤 要持續往前進 而且要大力的挺進 來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誰一定要很勇敢 還是要台積電 因為我們每次要過一個 重要的關卡 你沒有台積電 你很困難把它拉上來 因為要有這個力道 那我們不太可能靠中鋼 也不太可能靠國胎金 這個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要靠超大型的全殖股 好 我們知道 台股要持續再往萬八緊進 缺不了誰 一定缺不了台積電 那台積電這個部分 大型的全殖股 我們要如何互助它 目前為止 我們也都知道 張宗鋒董事長已經有講過了 再造下一個護國神聖 是很困難的 在台股裡面你也很困難 在國際你也很困難 但在這裡面 我們最近看到一個 非常特別的訊息 也就是台積電 未來的競爭力 很多人想說 我們一定都是先進制成 錯了 不只是先進制成 我們不僅是先進制成 讓英特爾追不上 我們恐怕在成熟制成上 我們現在要供應全世界 重要的晶片 我們已經有了南京廠 我們就直接從南京廠 製造一大堆中芯國際 都追不上的晶片 讓它連成熟制成 可能都賣不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積電會不會有未來 它當然會有它很重要的前景 只是現在沒有辦法 立即看到只是它花了 投資八百多億 甚至上千億的資本支出 可是這也是成就未來 我們台灣半導體 在全球包括高端 包括成熟制成 一定都有的 最重要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cue最後一張 我們只能說 今年為什麼台股這麼的強 很重要的部分 有內資跟外資 內資是誰 我們來自於打炒房 就是會把房市的資金 趕進了股市 但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既然主權平等 平等為台灣非常重要的 調為AA級的國家 所以目前為止會引進全球的外資 全部通通進來台灣 最近我們已經看到 今天又升值五點四分 收在二十七點九零五 台股強強滾 資金就是這麼進來 而且目前為止 台股的那個漲幅 已經一點九六 超過人民幣 零點八一超過一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台股持續 還會不會再往上 我是認為樂觀的 只是當沖客 還有各方面的警訊 大家也要放在心底 今天大盤 真的是上沖下洗 左搓右搖 很多玩當沖 很多人就當沖很爽啦 不用飯錢 我跟你說 你如果沒洗掉 就像雞龍咖啡 呼一聲就不可以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我都送你來講 我我強調 你如果沒洗掉台股 我會很洗掉 如果我們說真的 你要沖也要沖對股 很多人說最近前陣子 傳產不是很夯嗎 之前那個線都Q管管 但最近這幾天 尤其是今天不一樣 那拉到上面會刷 之外可能還會掉下來 所以很多人就說 傳產股 難道你已經快靠不住了嗎 沖興哥 應該不是這樣講 我們先講一個 我們前幾天都講成交比重 對不對 現在的成交比重 大盤在電子占大盤的成交比重 還是在六成多 但是沒有到七成 所以整個還是以怎麼樣 傳產金融電子在互相輪動 但是已經沒有像之前 像上個禮拜很誇張 電子掉到五成 對不對 那其實就變成說 全然全會跑到傳產 可是大家看到 最近的盤勢有點不同 是說很多的傳產股票 創高之後拉回 那拉回之後就沒有創新高了 那還有今天有這炮完鋼鐵類的 可能怎麼樣 它是什麼 開高 然後衝上去之後 就熄火下來 我在這強調 你不要去放空它 好不好 你不要去放空它 還沒到時間 還沒到時間 你頂多可以說 這炮你休息 開始要輪伐 所以其實現在來講 應該怎麼樣 傳產金融電子 然後開始輪動 我們前天講 證券股很強 那今天證券股也在動 所以證券股 金融股 那電子股 其實這一波休息最多的 應該叫做電子股 但是電子股叫做零星表現 那個別有個別的表現 可是大腳的台積電就沒有動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觀眾朋友講一個重點說 假設像旅途剛才 我們說這個 李老師講說 我們要做當衝 你一定要做盤面的熱點 盤面熱點你把它調出來 我教大家一個重點 譬如說你手機拿出來 你去幹嘛 去調那個成交量 成交量的排行的前幾名 那這個成交量有兩個 一個叫做成交量的張數 一個叫做成交量的值 要看成交量的值 那譬如說今天的成交量的值 兩咖就是長榮 陽明 所以如果說 如果做當衝 做長榮 陽明 那就對了 你要找量大的 找量大的 把成交量值大的 那再來就是說 在這裡 其實我再次強調 在輪動的過程中 真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不要去預設高點 那不要預設高點之後 大家要知道 接下來的重點都是怎麼樣 我給大家幾個時間點 這樣比較好操作 第一個叫做四月二十九號 到三十號 二十九號到三十號 可能有一些結帳行情 作帳行情 再來什麼 會有所謂的摩台的結算 這個會有一個影響 所以是四月二十九號 跟四月三十號 這兩天要注意 應該是二十九號 因為二十九號是摩台的結算 二十九號之前 可能就有一波拉高了 假設繼續拉 他可能會拉到那天 到一個相對的高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通常都是半個月半個月 來看外資的動向 比如外資這一波 外資就不是重點 因為外資這一波 其實他賣了很多 結果這一波大家都知道 帶盤帶上去的人是誰 其實是業內跟主力 所以如果你去看融資餘合 這個因為今天還沒出來 昨天的融資餘合大增很多 那你說融資大增很多 你就覺得這個盤上不去 不對 因為現在的盤很多怎麼樣 融資進來再繼續買 所以融資有 主力有 量能又有 這樣的股票 你要做當沖 我覺得OK 那在這裡我再次強調 這裡會漲的都是什麼 銅板股 什麼叫銅板股 二十幾塊 三十幾塊 五十塊 消費 進場門檻低一點 小資也買得起 你說我們一講聯發 一千多塊 快 因為再要一百多萬 就算你買零股 你零股不能當沖 對不對 零股不能沖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在做這種交易 你其實記得一個重點 就是說現在的熱門是什麼 就熱門就是這種小型的 再來就是什麼 這裡算是什麼 最後的這種陌生段的噴出段 其實你這邊真的不要去看說 我去看明年或去看後年 的展望是多少 所以我這裡買它 不對 這裡就是有題材就要噴 噴了你就跑 就斷了 明年後年 你說四月二十九號 我只剩兩天甜蜜期的 十月十九號 我沒有說二十九號 就會怎麼樣 我只是說這是一個斷點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五月份的台子期結算 那個就比較久 可能到五月的第三個禮拜三 對 所以說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認為今年的第二季 為什麼在漲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美股只要創新高 QE沒有收回去 這裡就是群魔亂舞 包括你說傳產股 原物料 股票都在噴 所以這裡我再次想要 最後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因為在節目上 我們一直講 大家現在很夯對不對 你的資金 第一個不要借錢來做 第二個越高點 你應該是做得越少 或者就是當充 譬如我一百萬在做對不對 你不要看 我看很多人現在開始在算錢 我一天一根漲停 我不借個兩百萬 一天就二十萬 對 很多人開始在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的危險就加大 沒錯 昌星哥你說傳產跟電子 現在五五波 過去我們可能航運很夯的時候 我只要關注這幾檔就好 現在投資人很忙 對 所以我的 因為整個分散啦 那等於是我射飛鏢 我射到電子 我射到傳產 現在鋼鐵原物料什麼都大漲啊 現在不是射飛鏢 現在是拿閃彈講個大漲 現在我覺得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低價的零 我們做的銅板股 每漲到的等幣比低的 第二個就是說 像我剛才講 早上你打開 成交量大的 量能大的 所以你就從兩種去找 你可以去衝的標題 你覺得我要集中火力 在一個部分 還是可以分散我的 我覺得應該要集中火力 你比較好顧 通常我們做的是這樣 假設沒行情我也走了 有行情我就賺那一段 但是如果你看了五檔八檔以上 我認為真的不要 因為你看五檔八檔以上 真的顧不住 差不多三支左右 我們再做三檔左右 另外大家做參考 不過最近很多人說原物料 因為漲價行情來了 漲價行情來了之後 這個股票很容易就聞風而動 應該說是聞風而衝 最近原物料怎麼樣 包括紙 說油 實用油 還有什麼電纜線 航運 包括剛剛萬海也說 他們也要漲價了 只要跟著漲價題材 是不是這幾個穩住 那現在問題不是在這裡 問題是股市太熱 熱到什麼情況下 融資創了九年半的新高 融券創了兩年多來的新低 那我們說不管你要投資 什麼原物料什麼期貨 我相信大部分 還是沒有那個新章去玩